大家好,又来到我们香港电影资料馆20周年的纪念特七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 大家都知道我们香港很多时的电影是拍一些关于社会状况的电影 而今天请来这两位嘉宾是因为拍摄有关社会问题的电影而得奖的 第一位大家看到了,就是崇佩大哥 他来自电影世界,入行已经73年了 他是奪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南配角 同时也得到台湾金马电影奖最佳南配角 多谢你,崇佩大哥,多谢你 多谢,多谢,多谢 另一位嘉宾,哇,他一入行就已经得到香港金像奖的最佳演员奖 最佳新演员奖 是呀,欢迎李燦森,多谢,多谢 Pogo,老师,你好 Hello,你好 今天请两位来聊聊天 因为我们电影资料馆都很欣赏两位在这个电影界组出的共庆 首先说Pogo,Pogo你几岁是做电影? 三岁,三岁开始 三岁,都是我的前辈,我八岁 我八岁开始拍电影 你八岁就已经很大了 我已经拍了很多电影 十几岁 你三岁的时候就拍电影 我知道你们是演艺世界 因为你妈妈就是红薇姐姐 你爸爸就是炎化叔叔 两位都是很有知名的一个演员 那你当时拍电影 是因为打算玩一下 还是不是呀 我都要延续我们的家族去做演艺的演员呢 哎呀,谁知道 那时候三岁被人骗上去而已 是呀 被一粒糖尿去做戏 是呀 当然不是呀 不是呀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行话都没有受过那些童青的训练的 但是呢 比其他那些跟电影没关系的新闻仔 为什么呢 是没有陌生的 因为所有的叔叔伯伯 做到已经做演员 男主角、女主角 全部我们叫uncle、auntie、叔叔伯伯 所以都不怕的 我去到现场 你过来啦 你去到那里 叫爸爸 好好好 平时都有见开的嘛 因为你爹地妈妈都带你去片场 对呀 整天都很熟悉的了 所以就不怕 你小时候都是不怕的嘛 是 随便好像现在那样 找个新闻仔 随便找一个新闻仔 就会怕的了 除了李刹心 他是特别的 是呀 他的女儿就是不怕的 是呀 你不用问他自己会说话 跟我的DNA有关系 是呀 血统有关 真的呀 我想知道当时你们拍电影 每天的片酬是多少呢 我真的忘记了 我又记得 我八岁拍电影 因为当时我的片酬是10元一天 我妈妈就给我2元 抽你8元 因为当时10元都不错的了 很厉害的 因为2元一支汽水 2毫子一支汽水 哇 你有2元 我有2元 2元喝10支 所以一拍完戏 翌日回去学校 那些同学 要请喝汽水 那我就请喝汽水 一2毫子一支 10元都很多 10元我都不知道 是呀 生活艰难 我们赚回来的钱 要养家的 不是吧 你真的不知道 你的兄弟多了 是吧 大家族 好了 阿Sam 你亲心了 你入行是很特别的 你好像是在街上 被人发掘的 是吧 简单来说 我是像一块垃圾 陈果在街上收拾我回来的 接着这块垃圾 重新再包装 再推出在市场上 是 其实他那时候 为什么会在街上 找一个这样的角色 因为他那部电影 他想找一个街童 喜欢滑街的 形象就很微滑 刚刚我那时候 在税务大楼 亚恩滑板 又没有穿衣服 褲子快跌到 即是有穿褲子 有穿褲子 好可爱 但是呢 都跌了差不多 大半套出来的 是 因为我们滑板仔的那些裤子 穿得很松身 很大条 就是40寸腰 我们的褲子 所以他见到我的样子 可能就是 很適合他这个 香港製造的那部电影 所以就找了我拍那个角色 即是他这部电影 其实是 想找一个问题青年 去演绎这个角色 对了 我这么有问题 是几十人里面 选了我一个 那晚很多人在那里 踩褲子 这个人都很有问题 不知天界 我可能是最有问题的 他就选了我 那陈果导演 真是 真是 他选中人 他真是选中人 你竟然 因为这部电影 拿到当年的最佳新议员奖 其实当时我不信他 我都觉得他很有问题的 你觉得他骗你的 因为那时候很流行 那些无故意公司 是骗人的 在街上 你很巧拍个广告 但是你拍之前 就要不知给多少钱 我上个课 先看看我见到这个 就是肥肥的 的男人 是 真是很不守蝙蝠的 陈果 踢了布鞋 有塔颤 插着帆布袋 带牛仔褲 自己剪爛的那些 穿那些 那些T恤 他都很蹲蹲的 很蹲蹲的 很蹲蹲的 以我 知道的情况就是 当年拍一套电影 的预算很少 很少的 只有五十万 五十万 五十万 他拍一套这样的电影 夏末 都是唯唯唯 自己参与一起去做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付钱 你 他非想钱 也没有钱 五十万 五十万一套电影 整部电影 他代了四十万 其实是十万 但这部电影是挺特别的 因为当时他们说是独立电影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独立电影 商业和独立 我都没分分 因为完全是 行外人 独立电影 后来知道原来是一套 没钱的电影 就叫独立电影 因为他是五个人拍完一部电影 导演他包括司机 五个人里面的摄影师 全部都是朋友 有空来来帮忙 哦 是车轮转的 车轮转的 摄影师 可能今天是柯仔 第二天是韦哥 接着林华全 又过来帮忙 我除了演员 我又要打板 收音 买饭 我又懂得水电 要铺灯 所有东西 大家都互相互补不足 去补位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挺特别的 我拍的时候真的说很辛苦 原来拍的这么辛苦 不是说很多人服侍的吗 又说有化妆又服侍 没有 连自己的气服都要自己背 然后拍完又自己拿回去洗 很多东西都要自己一脚踢 但是拍完之后 反而令我对电影改观了 我说原来拍一个镜头背后 可能要花那么多时间 心机去做 然后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想过会入行 因为当时陈果都说 你这部电影 你不要想着拍完会有机会上 可能没有机会上的 是吗 是啊 因为你没有演员 又不是很出名的 也未必能排到院线上 人家未必会上 人家未必会上 因为不够商业 你演员又不懂 然后电影的题材又比较冷门 最主要是没有钱 因为你都知道上映是要做宣传发行 或者要做很多钱要做的事 他说未必会上得到 你就当拍完这部电影 当是一个经历 当是一个暑期工 拿个回憶 但是当时是有钱的 我有没有问他说 你有多少钱 他说你呀 我们大概有两万元给你 我计算数 我回地盘的时候 四百五元一天 他说差不多 就是一个星期 我回六天而已 计算数 两个月就差不多两万元 都OK 其实我那时候 我都要给家人家的 我十五岁出来做事 那你没有理由 那两个月走掉了去 但是又早出晚季又没有钱 那如果计算数 咦 我可以交到功课交到差 那我就走了去拍这部电影 那我也觉得好的 其实呢 在过程中 大家都知道我们拍电影 最重要有那番热性 譬如说你新人进去 你看到所有工作人员 他们其实都没有计较钱 最重要是拍到一个作品出来 大家有认同 都不知道上不上到电影 不知道上不上到 但是都希望拍到自己的心外 你估不到的 那部电影得到回响 还有我知道你好像第一次坐飞机 去外地参展 是啊 那因为这部电影 后期制作都做了一年那么长 因为那时候还是菲林的 中间他有叫我上去看剪接 整地都是菲林 然后还是用那些剪片 噢那些剪片 剪完然后用粉笔画画 然后又要用胶纸黏一黏 哇我看到这么混乱的 其实不是的 你拍的时候已经不是这样的了 是啊 就是叫做 转做数码 之前更难 但我没见过 哎呀 我第一次看到 哇好像轮陷 那里 我不看了 走了 他走了 隔了一年左右 终于剪好了 那部电影 因为当时我们那些菲林就是阿华仔赞助我们的 因为当时华仔拍完 你说是刘德华 刘德华 他有很多用了 但是用不完的菲林 放在那里 有些可能几十尺 有些百多尺 是 整部电影都是用这些菲林 百料龜巢拍成的 就是薄薄买买 薄薄买买 哦 用剩下的电影的菲林 没错 去给你拍这部电影 是的 又错了错了 因为那些菲林可能放了一段时间 可能会有色温 或者拍出来的那个感觉 就会退了色 所以我们拍的时候 会做多重工夫 就是每一场戏都要拿着它 试版 然后先试试 哦 所以《格格德勒买》 出来部电影就很有那种感觉 情怀那种感觉 接着到它剪好了之后 它说可以看视频了 接着 今天有一个神秘嘉宾来看视频 我记得是去Soul View 在亚不乐 是 那就进去视频室 我那时候还拿着电转 那时候 下班 还拿着水电 那时候 那时候 又说有一个神秘嘉宾的 在哪里 刚刚有一张写字桌 有个大班耳高高 然后我说 可以了吗 快回家吃饭 然后怎么知道 神秘嘉宾在那边 华仔 我懂得华仔 是啊 华仔 他和我们一起看视频 哦 那是很驚訝的 没有想过华仔 会和我一起看视频 哇 整个人硬了 整场戏 就直接 看一看华仔 和我一起看视频 那种感觉 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在我的世界 其实在那段时间 你会很感激 华仔原来一直 对于电影热成的朋友 是有所贡献 沒錯 他一直在支持我们的影片 是 他希望看到你们的修成是怎样 我想你也很感觉 他出现来看你的电影 是啊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刚好瑞士Locano 那个电影节 就来香港选影片去参展 就选了香港制造 华仔做我们的监制 就拿了一部电影去参展 就请了我和陈果 飞了去瑞士 那当时我是第一次坐飞机的 我连passport都没有回乡症 20岁 20岁了 那时候 我最记得回家和我妈说 有这样的事 我老爸和我妈就说 我怕我被人欺骗 就不让我去 他不信有一件这样的事 他不信我去了拍戏 他说你这个臭小子 早出晚归 又不知道去了哪里玩 都不知道是否去了 做了一些不见得光的事 其实我那时候 那时候是疼得下的 我妈有这个想法 也很正常的 跟着 她就骂了一场很大的吵 我说 我现在都够年纪了 你不帮我弄一把pass 我自己去弄 她说 好你出去 你这个臭小子以后 不要回来 我说 我这件事是很大事 那件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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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连华制都看到 但是 你跟他说 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说大话 你在家的底下不是那么好 我一向都不好的 我下街说 其实买擦纸膠 其实是拿擦纸膠的钱 去买了食物 玩完再回家的 那些是来的 所以从小到大 其实浪内了 你的表情 我违使过很多次 老老实实 你千万不要围住给你的女儿 幸好她的女儿 没有吵架 所以 所以其实我妈妈不信 也是很正常的 到最后 即是已经艱辛了 我就去了 我就背着一个大袋 跟陈果去了瑞士努坦 我自己就流浪了一个月 就去了米兰 去了威尼斯 拿了瑞士 然后自己去英国 接着才拿了奖 那部电影拿了奖 才有机会上映 而且那时候监制是华仔 爸爸也问信了 我妈妈看首映的时候 就哭了出来 你这个臭小子 终于都没有说大话 终于 我想问一下Paul哥 Paul哥的家里 演藝世间 很多兄弟姊妹 都是一行的 我知道你当年 有拍一部电影叫《猫头鹰》 这部电影是比较搞笑一点的 一些喜剧 互闹一点的喜剧 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会拍到这样的电影呢 其实大家都说 那部电影呢 那部电影呢 叫做什么 《猫头鹰》电影 最早期的《猫头鹰》 此早的这部电影 是的 是的 那你算不算是早期的 《猫头鹰》电影的始創人 始創人 应该就是了 施工了 不不不不 如果是的话 应该是《尹通星》 是他第一部片剧的 嗯 哦 第一部片剧 厘这个电影 那呐 為什麼選到瘋狼正傳來給自己演呢? 瘋狼正傳也都是第一部導演的戲 他為了這個劇本 他經常跟一個義工 做了很多真實的訪問 社工 在一些情緒上 談訪 各方面有問題的人 精神病演 去看過那些人 其實他收集回來的資料 是很多很多很多 不過其中幾段東西 就拍出來 第一部戲 找了我 又找了周永發 又找了韋仔 韋仔和潮惠 是 講一講很好笑的 是 搞了劇本出來 你要賣的 我拿著劇本去電影公司 這個電影公司 說不要了 因為那個時候 剛剛好拍的沒有拍片 你拍官司是神經病的 沒什麼理由 這個又不行 那個月又不行 最後找了得寶公司 找了岑建芬 他說 我找了劇本 我找你看看 好好好 看看 我出去了 兩個多年之後 打電話來 叫我小寶上來 他就肯拍這部戲 是你去收劇本嗎 是啊 我去 因為二中興未導演過 他新的嘛 新的導演 第一部導演 我拿去給別人看 最終這部戲 後面就成功了 成功了之後 之前那幾個老闆就 哎呀 你怎麼不找我 我找了 找了 這些叫組織 整個組織 那些 各個都拍著 下一部 下一部 就是這樣 成功了之後 你找我 那這部戲 其實是 反映當時 社會一些 很寫實的 很寫實的題材 因為真的 在精神病院裡頭 有些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Paul哥的演技 也都非常之 正 很經典 有三好陪 很經典 到今時今日 大家都知道 對 你拿到這個 最佳藍配角 得到大家 的賞識 認同你都很開心 其實有三好陪 是真人真事的 哦 是嗎 是啊 發生在清水灣道 叫做大埔仔 裡面住了一個 精神上面有些問題的 一個男生 一下雨天 就跑出馬路 脫下衣服 哦 又煞 沒有陪 那些車陰是要停下來的 他媽媽就馬上拿著手 出來 跟他蓋上 蓋上 回去吧 回去吧 但是 畢東青章這個人物 這個角色 就是我身上 套用了 在屋邨 不是在 不是在大街 有衣服穿 不是沒有衣服穿 對 不然又怎能出界呢 那你又不會拍了 沒有衣服穿的那些 我會拍的 沒有人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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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戲 就是放棄了周星馳的戲 你拍了一些文藝 哭哭哭哭哭 怎麼有人看的 下次吧 下次吧 最終就 好了 我想慢慢籌錢 我差點連房子都賣了 你講說 差不多是想按一間房子 拿錢 後來 還有一個小朋友 那時候做生育很成功 二話不說 差多少 上一張支票 拍了一部《申不了情》 所以就 人們拿到六個大獎 票房很好 接著那些老闆來了 哎呀 還沒有 我都希望那些老闆 現在都有聽到 因為這個是電影資料館 一個真實的記錄 真的 沒有人想到 看著那些無厘頭的電影 的同時 出現了一個 哇 哭哭哭哭的那些戲 最終就 好成功了 是 還有 好幾位演員都做得很好 是 《Bovoo》裡頭的一個角色 都很感人 你的角色也是 就是 我很開心 起碼有機會 不是可惜 就是吹Sex Phone 你之前不懂的嗎? 你有學的嗎? 不懂的 是嗎? 從開始CDEFGAB 第一次學 你吹過嗎? 我沒有吹過 因為原來不太容易吹的 不過 你叫什麼 他嘴巴也不一樣 吹到 當然 那首歌不是我吹的 但是 起碼的手也挺像的 騙到人 那你投入 因為波哥 我跟他合作了 很多回合 很多年了 很多電影了 就是 他是很專業 和很投入的 那在他大領之下 大家都 一起做了一些好的電影 大家都合作了 是 做了好的電影 我想問一下波哥 有沒有試過合作一些演員 說的他都不明白的 那你怎麼誘導他去拍你那場戲呢? 很難說的 都要看對方 有些人接受 有些人不接受 那是 你如果說得多 你是誰啊? 你明明真的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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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有些人 有些人 演員 他臨時改對白 這件事 我最難接受的 嗯 首先 你尊重那個編劇 那個編劇老實 老實說 浪費了很多心機 是 如果你覺得不滿意的話 你早點看劇本 早點跟編劇去談談 更動演 不要現場 是啊 因為你改了劇本 接你那個人 他想著你那個對白交給他的 原來你改了 那他即時要去適應 去想你的對白去演變 那我講一下 就是我都試過的 是 我說不要啊 其實我也很辛苦的 我的對白我背了兩晚的了 就是這樣跟他說 是 不是啦 你要這樣說 我說對不起 那為什麼 我說你講你的 我講我的 我就照著劇本講 那不行的嘛 譬如說 喂 今天去哪裡啊 你說 啊 是啊 今天天氣幾好啊 那就是完全不是那回事 就是那些九五八八了 是 九五八八 我不好意思 我試過的 於是我就請個監製下來 是真的 那怎麼樣 嗯 大家互相有溝通 互相配合 互相配合的 有時候可能 那個情景 各方面的事情 可能有少許要更改 但是大家都要去溝通 其實演員呢 去溝通 去形成那套戲 那個場戲 怎麼演呢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大家要很有默契的 是啊 那你產生有沒有遇過一些這樣的演員 尤其是你 譬如你做一些 癲青的時候那些戲 大家又不溝通 有什麼成員 你又怎麼去面對呢 我比較少一些 我通常我拍戲的那些對手 大部分都很配合的 嗯 就好像我剛剛拍了一個劇 和林峯和浩然和浩然他們拍 我們拍之前自己都圍在那裡 大家看一些劇本上面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都會自己 即場我們會自己解決它先的 嗯 就不會說臨時拍 才來搞的 我們之前已經是有了默契 已經談好了 所以就不會說太過浪費時間 在這一方面 或者再之前大家看到 劇本上有什麼不對 或者你都知道 寫那個和拍那個 有時候講出來 可能講我會覺得有問題 我們就自己記錄了 然後到有時間的時候 就和大家聊一下 對 早點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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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會不用浪費太多時間 因為你現場就討論 你來拍的時候才討論 真的太浪費時間 是啊 我想知道 譬如你們最近拍的大導演 是講導演方面的一個角色的戲 還是講什麼主題 其實這部戲 我除了演員之外 我自己都是監製 故事本身是講 我在戲中戲裡面飾演一個製片 姜文傑 Benji Benji 小子 小子 是演藝世界 他是做副導演的 我們去了泰國拍外景的時候 拍到 就沒有拍到一半 剛剛開始沒有多久 就發現監製不見了 監製不見了 失了鐘 自然當然沒有錢拍了 但是我們就 卡了起 一個人在泰國 就要完成這部戲 才可以拿回護照片 才回來香港 我們就 無所不用其極 就用盡所有方法 去完成這部戲 務求可以把這部片交給老闆 拿回錢 收回護照片 這是這樣的故事 那個導演不是大導演 不是做導演的導演 是導賊的導 大導演 大導演 明白 你這個故事很似曾相識 是 我就想問 這個是不是真實個案 真實個案 我就沒有遇過了 那我不知道是嘉燕姐 對 你講那個故事 其實在電影界 都會曾經 久不久都會聽到的 不是一次 久不久都會有這樣的 但我很幸運 就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接著我們這次 就拿了一些這樣的元素出來 就拍到其實是有喜劇 有一個喜劇 有一套是挺熱血的電影 就是講一班對電影很有熱誠 很想拍戲的人 包括有演員 有好神 有陳詹Sir 有Benji 還有 還有 還有Poco Poco在戲裡面 有個美女 飾演一個老戲 是我們的前輩 也有幾幕戲 挺深刻的 就是戲中戲 講Poco 又做回剛剛所說的 那套電腦正傳的一些經典的角色 也是Poco之前演繹過的 氣氣結尾的部分 非常好 為什麼我們會去泰國拍攝呢 因為剛剛拍攝的時候 香港就有疫情 我們去香港就拍不到 所以我們就把整件事移到泰國 當時泰國就沒有這麼嚴重的疫情 沒有這麼嚴重的疫情 是的 OK 但是在泰國方面 拍攝的時候的言語方面 會不會難溝通一些呢 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其實有一幫當地的crew 我們拍過很多次的了 我拍《99》也是那幫crew 我之前拍過有一部 拍過好幾部戲 都是這一幫電影的crew 所以我們之前都很熟悉的 還有當中我們也有翻譯的 所以在香港crew 和泰國crew之間的溝通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我們演員當然更加 因為我們演員都是講回廣東話而已 不是嗎?我們不是拍奶 拍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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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部戲還有《珍美惠之》的 《珍美惠之》 他也都很大膽破格地 用廣東話來拍我們這部戲 其實他本身主要的語言是普通話的 是的 他為了喜劇這個元素 他都願意去嘗試 所以我都很尊敬這個 大家都很期待這套電影 一看出你們是很用心去拍攝一套電影 很用心 真的很用心 很困難的 坦白說去到泰國天氣是很熱的 有時交通都不是很方便 很塞車 很塞車 你去到日本啊 怎麼埋了一個班去到拍這個電影 其實是的 其實是把我們平時正在做的東西搬上銀幕 其實我心裡最難過的是什麼 本來我們已經是在過年的第二檔 過年第二檔上 打碗如今疫情 一直到現在 現在都希望找回一個好的時間 香港的疫情再穩定一些 我們都希望再上 當然啦 大家都很期待想看這套電影 是一個好像真實的個案 其實我記得那時候我是跟Benji 我是跟他通過電話的 然後我們是問你有戲相 他說那時候是剛剛是做了幾場優先場 十月了幾場優先場 因為其實我們上優先場的目的是 希望趕得及報金像獎 因為我們截止報名是12月完之前 就必須要上英國三場以上才可以報名 所以我們的優先場是 當然啦 後期就剛剛做好 就未知最好的Version 就先上映了 但是看了那些朋友 都 so far feedback 都幾好 是一套幾二血 和有少有慮的電影 大家期待 都很想看這套電影 我們還特地為了去錄一首歌 還有一首歌 誰唱的呢 當然是我唱啦 我啦 Benji做的首歌 所有演員都有份參與 啊 原來你的歌聲都這麼不錯 是 即使我遺傳給女兒 我覺得我女兒最像我就是這方面 唱得不好聽都死要唱 哈哈哈哈 我今天很開心地見到 差不多可以說是 兩代的電影人 剛剛他們剛才說到 他們有一個製作 一個電影叫大導演 是《盜賊道》 那這個呢 其實Paul哥都很支持一些後輩的 Paul哥真的很支持 是啊 以話不說就過來幫忙 阿Sam做監製啦 那又拍到這麼有心的電影 那難度都很高的 那我想知道 接下來呢 其實香港的電影的市場呢 都是比較難做些 第一它疫情啦 第二那個市場的關係啦 你們怎麼去延續這個使命呢 哎呀 辛苦就辛苦些了 真的在過去的 大家都知道這兩個人 真的香港電影 從以往的一年 三百多部到現在 真是不知道有沒有幾部戲呢 是 就很辛苦 但是呢 據我所知呢 我們所有 從事電影的 大家都一定是堅持 堅持 已經希望找到一個 一個break through 叫什麼 是 突破 突破了 是啊 那我入行的時候 都說我心不逢時的啦 97年 那時候一年都有200部戲 但是看回現在慢慢 由過程滑落到現在 其實可能一年都剩下 我想二十多三十部戲 嗯 所以其實你看回 依然我們是希望可以繼續拍一些 本地的作品給香港朋友看的 嗯 那接下來呢 我都會籌備一個電視劇啦 嗯 那個就不是電影啦 因為電視劇 我相信會 看到的朋友的門檻會比較多些 嗯 因為 其實那個市場上 那個空間是縮窄了 你看到今年有個新聞 有遠線又撿了一顆 是 疫情撿了一顆 很多其實都支持不住 其實相對地 我們也都找其他的辦法 或者其他的渠道 去繼續做我們想做的事 嗯 平台啦 網絡平台和電視是另外一個出 就是另外一條出路 是一條出路來的 當然啦 預算就肯定是沒有電影那麼大的了 我們也都希望可以在一個有限的預算裏面 拍到一些我們想拍 或者一些有趣的題材出來 可以給觀眾看 那接下來我們都這套戲都 都挺辛苦的 因為二十集 二十集 哦 那都是全部在香港景拍的 嗯 所以我們都盡量希望可以拍多些貼地的題材 因為那套戲是講精神病的 就是和阿波那個電腦症狀有些接近的 是用一個生活的角度去出發 去解釋為什麼你會有這些都市病 其實很多都是源於家庭 源於之前的壓力 有很多事情 希望不用吃藥的情況 可以幫到那些朋友 嗯 所以說回電影 是 為什麼呢 以前呢 香港的電影 就是我們小時候 或者青年的時候 我們的市場 最主要是香港之外 就是聖馬太 是呀 台灣 美加 是呀 到現在呢 就是最大的市場 其實就是國內 嗯 是 但是現在國內 基本上進步都很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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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裡面呢 劇本方面呢 有很多滯爪 嗯 還有很多東西 是我們生活在香港這麼多年 是不知道的 是 如果要改了就很辛苦 嗯 所以比較困難些 嗯 希望大家能夠過了這一關之後呢 大家 一定要支持 是 但是不可能不做的嘛 是 是 一定要保持著做 你才可以繼續承傳到這件事下去 是啊 還有我發覺現在我們無論 演員也好 幕後也好 其實在我那一代呢 演員其實已經有一個斷層 嗯 嗯 就是我之後其實你數得出有誰 我就是亭豐 其實 馮德倫 余文樂 是啊 余文樂 然後 越來越少 周伯豪之後好像就真的 不是啊 他覺得他很正的 你剛剛說的那些已經超過四十歲了 都超過四十歲了 都超過四十歲了 他沒有了 咦 那個時候一出來都斷了 是啊 你二十幾歲啊 二十幾歲的那班 斷層了 斷層了 斷層了的 男女也好 都是斷了 因為我看到眼見有很多新演員出來 一些新面孔 我又反而覺得一個很 給了一種很熱血的感覺 嗯 好像打了一支強心針 終於有人承接到我們的東西 嗯 因為其實你都知道演員其實是有壽命的 他不同的時間 是啊 是做不同的東西 是啊 Poco 你當然不同了 你是長青樹來的 Poco 我多害怕啊 分分鐘如果再斷層 我又要演回二十幾歲 就是這樣 你就可以了 但是你叫我演回香港製造 我都真的演不完 有時候過了就是過了 那種徐不同 就真的不同 不過一個年代又不同一個年代 是 但是最重要我們大家 對於這個電影 有一個工作的熱誠 給多一些機會給一些新人 那大家付出的努力呢 一定殺出我們一條新的路的 OK 今天很多謝兩位和我們分享 你們在電影上的一些歷程 多謝兩位 謝謝你們身體健康 大家這麼說 謝謝 資料館藏品種類繁多 包括有電影菲林 影帶 唱片 海報 劇照 及各種的自本文物 怎樣好好保護它 就是資料館一個最重要的工作 資料館設有低溫乾燥的藏品倉庫 藏方良好的展品 是可以存放在我們倉庫幾百年都不會變的 那麼後世的人就可以繼續存取 這麼寶貴的香港電影物物 另一方面 電影菲林因為已經不再是主流的電影媒體 而電影菲林放映機也不再生產了 我們終有一天要面對我們 不可以再用菲林放映機放映菲林了 為了令公眾和學者可以繼續使用到資料館的 舊香港電影 我們正進行菲林數碼化計劃 透過菲林掃描器 電影菲林會轉為數碼電影 這樣我們的電影就可以更加安全 和方便地被使用了